据说最让人绝望的是 莫过于动漫拍成真人版 小说翻拍成电视剧的 有些真人版的翻拍 让人惨不忍睹 这几部动漫翻拍 大家觉得怎么样 一 黑之士 黑之士是动漫里的经典了 无论男女都喜欢看 大家的评价也很高 在2014年 黑之士就翻拍了真人版 翻拍的这部电影 是对漫画中一个情节的拍摄 整个电影色彩基调 还是很符合动漫中的情节的 但是既然是对经典的翻拍 大家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先不说主角的颜值 不符合我们对动漫中 塞巴斯和少爷的幻想 更过分的是电影中的少爷 居然是女生扮演的 这让很多动漫粉丝难以接受 《灵魂 灵魂》这部动漫 大家都很熟悉了 导教的情节也为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也是很多喜欢动漫的粉丝们的童年 2017年真人电影版的《银魂》也上映了 从剧照上来看 动漫中的角色的还原度还是很高的 看来制作上下了不少功夫 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口碑还是不错的 没有太失望 《三明侦探》柯南 大家肯定都不曾想到这部动漫也拍了真人版 而且还是电视剧翻牌的时间也挺早的 在2006年日本就上映了 不过可能是时间蛮久了 无论是从角色的还原还是场景的重现 觉得电视剧还是和动漫相差甚远 让很多动漫粉丝们都失望了 这部剧还是劝大家审电 不然可能要忍不住吐槽的 此自由之意 这部动漫的粉丝肯定不少 真人版在制作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毕竟拍毁了 可是要被骂得很惨的 服装道具还原度都很高 有些不能还原的场景 也使用特技来制作 但是从画面色彩上 肯定有观众不喜欢 毕竟达不到动漫中的色彩 无法更高的还原了 总之看起来很不错 官方海报也很炫酷 但是不知道在悬角上 大家是否满意了 这部动漫是悬疑题材的 从精彩的剧情来说 吸引了很多粉丝 所以被翻拍成了电影 看来悬疑题材的 动漫翻拍率是很高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